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挑到解答這邊看一下 那這裡呢 有一點點跟我們之前比較不一樣的喔 這邊呢 你看 在這個地方我先把燈泡的狀態 就是我們網頁上的燈泡的狀態把它設為什麼 設為關掉對不對 你看 點擊燈泡 這裡是不是有設為暗或偶爾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嘛 比較不會 你不小心還是亮了之後就有問題 所以我把它先關掉 第二個 我們的傳感器 黃外線 如果有偵測到或沒有偵測到 有沒有 有偵測到的時候或沒有 它就兩個狀態而已 我如果偵測到 就把右手邊這個燈打開 然後呢 LED的點擊證就顯示這個 不過 你知道為什麼這邊要等待三秒 我問一下你們家的那個 你們家有沒有那個一進去然後它會自動開燈的 沒有 沒有喔 就是 比如說在 只有上廁所碼頭 喔 上廁所碼頭 那個也是類似就是說 它只要一偵測到有人來的時候 它就先等待一段時間 是不是一直亮著 等到 欸 比如說我三秒之後 我再來偵測一次嘛 瞭解嗎 不然你一直偵測一直偵測 它就一直顯示一直顯示 其實還是一樣 因為你會用一段時間 喔 一段時間 所以我這邊有設一個等待的時間 等到它 等到過了三秒以後 它就先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點擊證呢 要把它清掉 就是這個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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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零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我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用過 在圖形的這個上面按右鍵有一個說明 是不是可以自己進來這裡 對不對 你看 我通通沒有顏色的時候是不是都是零 你就從這邊直接複製就好了 這樣瞭解嗎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知道說 為什麼這麼多零代表 LED每一顆都關掉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實際測看看喔 看看來了有沒有亮笑臉 那如果你類似像老師這邊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有沒有 一插電 哇 全部都亮了 那你就要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看你的這些線有沒有差錯 再來 你的這個 如果像這樣還是會一直亮的 你可以先把電斷掉之後 你的這個線 可能要重接一下 因為我們LED點擊證的話 如果你在接的過程裡面 有動到 你有些時候需要重新再插一次 確認一下 所以你再把這個線弄好 重新檢查一下 有沒有差正確 那些角位有沒有都OK 像我這邊 我第一顆 第一個 VCC電源它跑掉了 所以我就把它接好 再重新接上去 這樣瞭解嗎 你就可以先這樣稍微測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我現在重新把它接好 你看 有偵測到 現在沒有偵測到人 有偵測到人的時候 有沒有亮笑臉 這個燈有沒有打開 這樣瞭解嗎 所以 如果你像老師剛剛那種情形 大部分的 都是你的硬體連接是有問題的 硬體連接有問題 這樣會不會了